自古以来,武将在战场上浴血奋战,马哥果施,他们所得的功勋是薄命换来的,因此皇帝队有战功的功臣都是很大方,前提是武将不练兵权,不搞小集团,尤其是开国功臣,基本上都会封决因子,惠泽家族,明朝靖南之一时,秋福是燕王的副将,他是靖南的第一功臣,被封为齐国公,秋福身为朱棣的亲信,在主军坐稳皇位后,也跟着平步青云, 可是秋福大好的前途,却被他的一次错误指挥断送了,不仅自己赔上了性命,还被毁家夺绝,让人唏嘘不已 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秋福是凤阳人,但是关于他前半生的记录非常少,比如,《名史秋福传》中,仅仅记载三个字,起足武 从这三个字可以看出,秋福是出身于社会底层人,古代使用足武,一般是指军队最底层的士兵 靖南之一的首战就是彻底控制北平城,这里是燕王朱棣的大本营,也是与朱允文征雄天下的后方基础 古代控制城池最重要的便是掌控各个大门,因此朱棣命令亲信夺取北平九门 在这些亲信中,秋福,张玉,朱能,出路锋芒,明史记载,燕师起,与朱能,张玉首夺九门 正所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朱棣在封地结交的部将谋士逐渐发挥作用 先后有人前后归顺朱棣,实力明显增强,朱棣在战场上连战连结,声势浩大 1399年8月,朱允文以耿炳文为大将军,带领三十万正义之师讨伐叛国逆贼 没想到刚到真定就被朱棣偷袭,耿炳文损兵折将,随后在真定再战 又一次以大败结束,在真定战场上 秋福,张玉,朱能再次表现勇猛,立下大功 紧接着,秋福跟随朱棣实施齐袭大宁计划 这一战朱棣收获宁王朱全的部将人马,还收响了老将陈亨 朱棣的实力在上新台阶,在靖南之义中 秋福,张玉,朱能三位将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极为关键的白沟河之战中,此三人全部身负重任 白沟河之战是对阵李景龙,朱棣将所有人马全部分成四部分 其中,张玉,朱能,陈亨负责带领左中右三路大军进攻 秋福负责率领骑兵,在后面掩杀敌人 明史记载,使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 秋福将骑兵济之 由此可以看出,张玉,朱能,陈亨,秋福 是朱棣靖南之义的四位统军猛将 好景不长,战场上刀剑无情 在济南战役中,陈亨被敌军将领平安偷袭 受伤极为严重 虽然赶回北平治疗,仍然没能保住性命 朱棣丧尸,陈亨这位大将,1400年9月,在东昌战役中 南军主将圣雍用火器压制朱棣军队 再加上平安率军合为压迫 朱棣的军队溃败逃散,在朱棣险遭不测的时候 张玉掩护朱棣杀出重围,保全性命 然而张玉却命葬于此 明史记载,王大败,溃为以免,王数万人,张玉战死 朱棣的四位领军主将先后死掉两人 从此之后,朱棣每次排兵布阵都要将秋福放在重要位置上 比如说,在加和战役,苍州战役,灵弼大战中 秋福都担任军队先锋 明史秋福传记载,加和,苍州,灵弼诸大战,戒为军风 要知道,在靖南之役的后期 加和,苍州,灵弼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型战役 朱棣每次都安排秋福担任先锋 足以说明,朱棣对秋福的信任 也可以说,秋福已经跃升为朱棣帐下第一猛将 秋福的战斗力,朱棣一向深信不已 比如在几州之战中 朱棣原本是派遣削弱负责主攻 但是九困不能破城 在此紧急时刻,朱棣安排秋福登场 秋福带着手下将士,抱着誓死的心态 填平护城河,随后强行登上城墙 凭借着一股勇猛成功攻破城市 又比如,朱棣率军渡过沙河之后 秋福出其不意突袭配线 结果将建文帝运送粮草的船只全部烧毁 足足有上万艘 这件事导致都城南京恐慌不已 再比如,朱棣取得灵弼之战的胜利 准备渡过淮河 结果南军圣庸集合数千艘船只 在河面上列阵 朱棣经过多次尝试都没有渡过淮河 就在朱棣交集的时候 秋福只带领百名赶死队勇士 沿着河道一直向上游前借二十多里 寻找合适位置,求渡到对岸 数百名敌军将士突然出现在盛雍面前 朱棣趁此机会立即率军进攻 燕军顺利渡河 秋福的左臂在战场上被划伤 朱棣亲自帮秋福换药包扎 毫不吝啬夸奖之词 说秋福永贯三军 朱棣进军速度极快 不久便兵临南京 徐辉祖带领军队在浦口精心设防 秋福和朱高旭合力攻打徐辉祖 成功突破防线 在李景龙的开门引荐下 朱棣在南京登基称帝 史称明成祖 1380年 朱棣到北平就番 秋福归入朱棣手下 1402年 朱棣历经四年静南之意 攻破南京城门 登上皇帝宝座 这中间共有22年时间 秋福是从默默无名 一路打到明镇天下 在朱棣封赏功臣的大会上 众人纷纷上前邀功 只有秋福甘愿站在最后 因为他相信朱棣 一定会赏赐最合适的封赏 果然不负众望 朱棣一次性封了 四位奉天静南公爵 也就是齐国公秋福 陈国公朱能 还有两位是张玉 陈亨 分别被追封为荣国公 静国公 虽然秋福和朱能都位居公爵 但是秋福的奉禄是2500弹 朱能的奉禄是2200弹 从其中微小的差距可以看出 在朱棣心中 秋福是名列第一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秋福在朝堂上是 站在武将最前面的 并且深得武将信服 明史记载 即位大封功臣 帝福为首 封齐国公 路2510 与世劝 命一珠功臣封赏 每奉命一正 皆守福 当朱棣登上皇位后 朱元璋时期的名将 早已买股黄土 甚至连第二代都凋零去世 比如徐达之子徐辉祖 李文忠之子李景龙 朝堂上的名将 已经剩余不多了 此外 正所谓一招天子一招臣 朱棣始终不信任 曾经忠于朱元璋的那些将领 目前最能依靠的 便是秋福和朱能 值得一提的是 秋福是大器晚成 秋福被封为 七国公时已经59岁 然而朱能属于是 年轻有为的人 当他被封为成国公时 只有32岁 明朝大局已定 明成祖朱棣 开始考虑立储问题 按照敌长子继承制的传统 长子朱高赤 将会被立为太子 但是朱棣更喜欢 勇猛无比的朱高旭 觉得他更像英勇神武的自己 皇帝稍犹豫 官员狂战队 以谢敬为首的文官 坚定支持朱高赤 以秋福为首的武官 却表示支持朱高旭 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朱高旭是秋福 并肩战斗的战友 战场上勇猛的表现 让武将佩服 一般来说 武将普遍更为耿直 秋福便是如此 他因为曾经同生共死的情义 直接劝说朱棣将 朱高旭立为太子 秋福的性格 在史书中被描述为 憨厚耿直 明史记载 汉王高旭朔将兵有功 成祖爱之 俯武人 与之善 朔劝立为太子 1406年 朱棣任命朱能为征义将军 负责南征安南的军事行动 结果在行军途中 朱能生病去世 享年36岁 他只享受了四年公爵待遇 1409年 朱棣决定北伐打打 由于奉天静南四位公爵 只剩下秋福一人 他就成为朱棣心中最合适的人选 朱棣的御驾亲征计划 遭到部分大臣的强烈反对 这些大臣包括杨士奇 夏元吉 这些都是将来做出大贡献的人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协商 朱棣最终选择放弃御驾亲征 但是要派出德利名将北伐打打 如此一来 朱棣的首选就是秋福 不仅如此 朱棣还给秋福 配备了极为强大的参谋和助手 率军十万人向北进发 朱棣非常了解朱能的性格 他在临行时告诫说 指挥战争要非常谨慎 自从到了开平以北地区 就算是没有见到敌人 也要时时刻刻保持临敌状态 不要想着一次解决敌人 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 明史记载 兵事须慎重 自开平以北 即不见寇 以时时如对敌 相机禁止 不可执一 一举未竭 四再举 从朱棣的专专教会 可以发现 朱棣害怕秋福轻敌导致失败 毕竟这次战争 关系着能够赢得官员 百姓的忠心支持和拥戴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秋福带领明军北出塞外 亲自带领一千人马打头阵 轻松收拾草原上的散兵游泳 秋福的自信心更加膨胀 后来秋福不听部将劝阻 骄傲轻敌 走进达达可汗布置的伏击圈 结果全军覆没 秋福被达达活捉到敌营 但是始终拒绝叛投敌军 最后被杀死 这一年是1409年 大气晚城的靖南第一功臣 臣底落下帷幕 终年67岁 名史记载 拜文 底震怒 以诸将无族任者 绝技亲征 夺福是绝 喜七家海南 朱棣得知前线战败的消息 大怒不止 所有的期望都化为失望 将秋福的世袭公爵撤销 同时将秋福的家人 全部流放到海南 随后 朱棣苦心说服百官 终于御驾亲征 开始了属于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北伐 秋福在战场上取得无数胜利 尤其是难度极大的啃鹰骨头 在朱棣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站了出来 被封为靖南第一功臣 仅仅因为一次战败 朱棣便夺去爵位 流放家人 朱棣这样做 是不是过于狠毒 其实不是 俗话说狡兔死走狗烹 这条铁律在帝王身上重复上演 然而朱棣对待功臣算是极好的 那为什么他要这么残忍 对待秋福呢 只能说明朱棣内心失望透顶 他太渴望这场战争的胜利 以至于对秋福千叮咛万嘱咐 最终仍然因轻敌冒进 落入敌军圈套最终战败 历史上关于秋福的争议也有不少 主要集中在他游泳无谋上 更适合做战场上一员猛将 不适合做统军出征的元帅 其实在秋福身上 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不屈不挠 稳步提升 秋福是从足舞起步的 一直凭借着坚持熬到低级别统领 直到遇到朱棣命运才急速向上 命运只会眷顾有准备的人 而秋福就是这样的例子 对于今天的我们 何尝不是如此 坚毅前行 总会收获彩虹 二是大意失身 绝不失节 秋福将朱棣的劝告抛之脑后 说到底还是勇猛过人 智谋不足 身陷重围被俘虏 但是秋福宁死不祥 虽然因为骄傲轻敌 失去生命 但是始终坚守着 忠贞不屈的精神 秋福的这种精神 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内核之一 应该得到继续传承发扬 三世战要前进 功则身退 在静难之意中 秋福多次表现出 不畏生死的气概 为朱棣南下横扫城池 但是在朱棣封赏功臣的时候 众位将领纷纷向前邀功 而秋福选择悄悄向后退 每当我读到这里 都感到极大的震撼 这是一位大气晚成武将的智慧 是难能可贵的谦虚品格 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 都极难见到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史约馆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你每天儿都保留了 你还有一位下落 一位下落 注银沙 寻影片 两位下落 地线 这般 蜘蛛 相悟 有失支 不